不是你要貴 肉魚是不是也可以跟你貴啊 我們現在居然比誰的收入比較高啊 不是的嗎 這不是貴的問題啊 這裡沒有用 你貴我也沒有貴 我也可以貴你啊 我沒有殺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誰的收入比較高好不好 不是你每次都這樣子一直煩人 不是你要貴 肉魚是不是也可以跟你貴啊 我們現在居然比誰的收入比較高啊 我喝多了誰喝多 我太久沒喝了 不是嘛阿嬤 這不是貴的問題啊 你會不會出嫌疑喔 我魚孫生從這一刻開始 就沒有當什麼youtuber了 阿嬤要給你滾啊 多大滾來滾 我滾啊我也給你滾啊 阿嬤 不然我們就在這邊比收入嘛 你要放肆 我跟妳一起放肆啊 要放肆多久 我們這邊喔 是在解決問題 我們不是在製造問題 我不是雅倩 這個小屁孩喔 魚孫生啦 他住哪裡我都知道啦 大同區哈密接嘛 阿你有種 就把你的殼拆下來 把你的面具拿下來 你要跟我約在天母棒球場 沒關係 我一定會讓他踢到鐵板 我不只讓他踢到鐵板 我會讓他踩到老鼠板 我這邊有準備很多啦 我會在所有看得到的地方 把黏鼠板黏滿在地上 然後當天會帶平底過去 我會直接敲他的頭 懂我的意思喔 所以我說 他有蹲過苦窯嗎 沒有嘛 那他有吃過土窯雞吧 阿在那邊耍流氓 講一些流氓話 斷章取義 今天魚孫生我跟你講啦 你如果不懂NFT 你可以打電話來給我 來請教我都沒關係啦 我來教你什麼 是真正的WEB3.0 加密貨幣啦 台灣做跑路NFT的 又不是只有我 講的好像就是我在詐騙一樣 我已經按鈴聲告了啦 我已經按鈴聲告了 我一定會讓他踢到鐵板 阿今天訪問就先到這邊 好啦那我們來繼續來插播你啦 我們先直播 魚孫生喔 真的是俗辣啦 我對你背後是誰什麼 我都摸了一清二楚你剛才 阿你要6月9號 天母棒球場我等你啦 6點我就會到 我等你到晚上8點 下回事我遇過很多啦 我一定會讓你踢到鐵板 你以前遇到其他人都 息事寧人不回你嘛 我陪你 我陪你我讓你踢到鐵板 勾欠啦勾欠 只有你會做勾欠 八方雲集不會做勾欠 人家玉米濃湯沒有勾欠 全世界就你的勾欠最濃最好吃了 阿你說那NFT 阿那就是未上市股票 我買了 阿了解阿 阿可以說啥 沒人逼你買嘛 對不對 阿我知道啦 你最近拜託很多兄弟 很多大人來跟我講 說影片要下架 沒關係啦 你找那個全哥來 照面嘛 齊羽老師一拳超人 來 我現在打給全哥 現在直播了 我直接打給全哥 來聽一下 不要說我不給你機會 對啦 嘿 嘿 嘿大人全哥齁 嘿 嘿 阿那個針對那個余孫生齁 在那個直播影片上要求我道歉 然後這件事情齁 你有什麼看法 你現在在做什麼 阿在在直播 我開擴音 你很多好 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啊 你很多好 你自己的事情就好啊 別說那麼多啦 全哥 抱歉 管別的事情幹嘛 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對了 拜託 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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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 好 好 全哥 抱歉 拜拜 全哥 好 抱歉 好 全哥 剛剛講的你有沒有聽到 他對你很失望 他對你很失望 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 虧我剛剛那通電話還在幫你說話 我剛才幫你求情 你現在 我現在給你最後一次台階下 我放下 6月9號 勾歉 我老領一馬 我不會去 這一次 造成社會大眾 這種狀況 很抱歉 連歉意 在這邊 盡上 十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我錯了 我不該浪費社會資源 會讓大家覺得說 更掩護我 覺得 抱歉 我就是這麼 有魅力 那 這次的事件 真的很多長輩打電話來關心 在這邊 還是要跟全哥 以前超恩奇異老師 其他的長輩 說對不起 對不起 什麼西風啊 南風啊 都來 找我 幫你求情 勾歉 他們都在拜託我 我就 大發慈悲的 老你一命 算 有時候 個性太衝了 太火爆 太衝真的 算你好運 我這次 我就不跟你計較了 這樣你有知道嗎 NFG受害者 你又也沒有跟我計較嗎 事情就到此結束 我沒有要繼續處理的意思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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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